台南市議會今日進行施政總質詢 會中五黨籍議員林陽毅 針對民政局補助民間團體活動費用提出質疑 他表示 自己身為五黨籍議員想要申請活動補助經費 金額上限只能到3萬元 但只要是民進黨籍的議員 就可申請到7、8萬元 甚至是10萬元不等 兩者有如天壤之別 令他痛批是否根本是公款適用 我們沒有中的第一名請保證款 2萬、3萬、1萬 民進黨議員退後8萬、7萬、10萬 白白在我們工夫辦多年 我們工夫辦多年 我們如果去到現場我們就說出來 補到我看出來說這某某議員的 這張暗會民進黨補助10萬 我們的2萬 林陽也提到 他也曾遇過有社團想要辦活動 但活動經費超過預算 要求該局能多補助1萬元也遭拒絕 讓他感覺似乎有差別待遇 民進黨的補助款 社團的補助款 辦活動的補助款 一跌以來就是公款適用 他們自己的政黨 民進黨在賺的都5萬、10萬 補助給我們辦多年 對方的社團辦多年 結果我們沒有中的補助 不是2萬 不是3萬就是2萬 這可以說非常非常不公平 對此民政局回應 補助經費一般都會押在3萬元左右 不會超過 但林陽已回籍 如果超過3萬元該怎麼解釋 民政局長則頓時雨色 警說會盡量控制 大家給我們報告 我們你的活動 你中的今年都超過3萬 3萬有的人說還普通 你超過3萬的 沒有這幾個 你超過3萬的 我們盡量控制 我們是不好的啦 我說不好的啦 萬公款輸用 是 林陽已呼籲 市府不能因政黨顏色不同 就有差別待遇 應該要秉持公平原則 才不會讓人說話 記者多久才能采放不倒